在历经近十年的推进之后 台湾海军耗资74亿新台币的神龙计划终于出结果了 首艘潜艇战斗系统提升与验收测试预计将在今年完成 台湾军方表示目前全岸进度正在按照协议书规划期程进行推进 将在今年下半年完成暗制测试站的履约验收 整个专案的完成预计还需要几年 对于台湾来说曾经属于西太平洋首期一指 但由于服役数十年性能已经跟不上的舰龙级潜艇 在经过性能升级之后 其实力又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台湾针对舰龙级潜艇性能提升专案的规划 早在2014年舰龙级完成潜射鱼叉射击验证后 就已经开始了 2015年2月下旬 有消息传出 称台湾海军正在评估为海龙海虎两艘舰艇 进行大规模延寿升级 海龙级使用的是以色列T-MENEC 4CH电子结收系统 使用超过了20年 已经产生零组件伤源消失 组件老旧 而使侧向精度误差过大等问题 当时外界猜测 此次升级延寿专案 将重点提升换舰龙级上一些伤源消失的老旧系统 包括作战系统 电子战系统等装备 另外还将评估是否翻修潜艇结构与轮机设备 而在规划舰龙级潜艇升级专案的同时 台湾海军还在规划自研潜艇 并曾前往欧洲各国潜艇生产厂商进行访问 同时还特别观摩了 荷兰海象级柴电潜艇的升级延寿方案 台湾曾通过这些厂商 寻求一些资深或退休的潜艇技术人员 并邀请这些厂商与技术人员 评估海军舰龙级潜艇的现状 电子战系统提升专案MK48ADCAP专案 在台与机电系统整合更新专案 以及战斗系统提升专案 在本次性能提升中 舰龙级潜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 首先是电子战系统 2002年5月台湾公布了在2016年9月进行的投标 被称为结型专案委制协议书 将为两艘潜艇升级电子战系统 由中山科学院承包预算为2.9亿新台币 台湾军方表示 结型专案将为两艘潜艇采购电子侦搜系统 使得潜艇能够发挥水面侦察与威胁预警等功能 和搜索水面舰艇雷达信号 并进行侦搜分析比对以及识别等程度 然后进行各种战术反应 台湾高层表示 需应用的关键技术包括耐高压全向天线照 耐高压螺旋形天线照 耐高压喇叭形天线照 以及耐高压水密揽线等 四个项目的制造及整合技术 台湾高层表示 中山科学院的技术完全可以达到 神龙计划的要求 目前该项目的执行已经告一段落 其次就是战斗系统升级 在2014年台湾开始规划升级方案 在2018年台湾公布的 防务预算报告中显示 海军编列74亿新台币的预算 由洛克系的马丁公司 作为主要承包商 对两艘舰龙级潜艇战斗系统进行升级 同时还将接受一套预备系统 并进行验收测试 但由于外国装备延迟 使得台湾军方将升级规划 重新进行了调整 截至目前台湾军方已经完成了 第一艘潜艇的系统升级 并通过了大多数验收测试 然后就是武器系统的升级 在2015年台湾海军 以鉴鱼专案为代号 正式向美国采购MK48重型鱼雷 以此来取代两艘舰龙级潜艇 所使用的SUT重型鱼雷 2017年美国宣布同意出售 46枚MK48MOD6AT重型鱼雷给台湾 其中包括36枚战斗鱼雷 4枚操作鱼雷 以及6枚训练鱼雷 后来台湾考虑到预算 以及交付延期等问题 又将采购数量缩减为28枚 双方协定鱼雷与相关设备 将在2028年完成 然后在台湾2025年的 房屋预算报告中显示 交付时间又从2028年 延迟到2030年 这款重型鱼雷长度5.85米 重达1500公斤 最大航速55节 在速度40节的情况下 最大续航可以达到50公里 相较于此前所有型号 MK48MOD6AT重型鱼雷 在弹上电子水声 以及动力等主要分系统上 有多处改进 采用了极差极用的 开放式系统架构 不仅便于对制导硬件 实施升级 还能及时上传 更新的水声环境数据 以此来适应 不同海区的作战环境 MK48MOD6AT的推进系统 在潜艇上不需要维护 监视或环境控制 舰队配发的鱼雷 最少也会有5年的搁置寿命 因为鱼雷的所有活动部件 都经过了安全测试 只要完全合格之后 才会批准入役 相较于台湾当前装备的 SUT鱼雷 最高时速提升60% 最大射程也提高了25% 最后一个升级部分 就是舰龙级潜艇的载台 与机电系统整合 在2017年 台湾宣布将由荷兰RH美润公司 担任舰龙级潜艇系统装备界面 整合技术过问 经费约1.315亿新台币 该公司将为舰龙级舰体平台 与机电系统接口设计规则 提供技术协助 具体包括 针对升级中的电子站 作战管理 以及平台机电等三大系统项目 与台湾决定使用的次级系统 进行界面整合作业的 检视与评估 原本在合同中 规划在2017年 完成相关评估报告 等架构性文件 2018年开展实际工程项目 不过台湾并未公开 后续进展 所以外界也不清楚 具体进行到哪一步 根据军方消息 在此次升级中 将完成三套系统升级专案 其中一套为预留系统 同时还要借暗制测试战 7成为2018年度开始 至2027年度完成 军方表示 原计划在2024年 完成这三套系统的验收测试 但由于部分装备的输出许可文件 拖了相当久的时间才完成 导致相关设备 运抵台湾的时间 晚于合同规定的时间 从而打乱了 舰龙级潜艇战斗系统 提升专案执行的7成 在海军将相关情况 报告高层之后 将项目7成 更改为2024年 完成首艘舰龙级潜艇 战斗系统提升与验收测试 2025年完成第二艘 2026年完成第三套系统的 验收测试 2027年完成两艘舰龙级潜艇的 系统验证 为了验证性能提升专案中 各项系统功能符合 海军规划的作战效益 海军还将筹建一处 暗制测试站 当舰龙级潜艇经过性能提升 相关装备完成换装 便可由船屋移至港边的 暗制测试站进行各项测试 而在最近台湾公布的报告中 也表示 舰龙级潜艇战斗系统提升案 由中山科学院组成的 神龙计划项目团队执行 并由海军变成监造组 负责督管实施工程的进度 此外 中山科学院已经与国际 完成主次项装备合约签署 并获得了装备输出许可 后续将由中山科学院 与国际厂商按照专案约定 完成战斗系统的生产与整合 海军将持续监督 中山科学院 完成潜艇各部分的升级专案 虽然舰龙级潜艇 在台湾已经服役了37年 其性能已经无法与当前主流潜艇相比 但在当时 舰龙级的性能还是非常强悍的 静音水平丝毫不亚于当时 苏联服役的击落级 877型潜艇 声纳舰载作战系统的性能 更是远超苏联潜艇 完全可以代表当时欧美常规潜艇 技术的水平 20世纪70年代 台湾手中只有两艘美国二战时期的 海时常规潜艇 可以说性能落后 服役已久 只是这还不算 更要命的是 该艇的鱼雷馆在移交之前 就被美国人彻底封死 台湾拿到手后 也只能作为训练之用 毫无作战价值 但又因为四面环水 水下力量的缺失 让台湾不得不想办法补充 奈何当时自主舰刀技术不过关 摆在台湾面前的只有外购一条路 其实台湾采购这两艘潜艇 还是非常偶然的 在1981年的时候 荷兰主动向台湾推销了 其余改型潜艇 由于当时的台湾海军 只装备了二战时期 建造了老旧潜艇 所以对于荷兰的推销 台湾非常心动 于是便执行了建农专案 最初计划采购六艘 但由于预算有限 无法收复其他军种 在经费上做出妥协 而且当时的荷兰船 也因为陷入了经济困难 前景非常不明朗 最终台湾决定先采购两艘 至于后续的四艘潜艇 将是首批使用情况后 再做决定 荷兰虽然有能力生产潜艇 但没有能力生产潜舍渔馆 荷兰海军潜艇 本身也使用了 美制MK37鱼类 与MK48鱼类 无法得到美国同意进行转收 所以在当时的采购合同中 并不附带所需要的武器装备 荷兰建造完成后 两艘潜舰分别于1987年 与1988年抵达台湾 成军后正式命名为 海龙军舰及海虎军舰 为了解决有箭无类的困境 台湾便向印尼采购了 117枚SUT鱼类 虽然同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鱼类有一些差距 但SUT鱼类的噪声很小 被誉为世界三大低噪声鱼类之一 这些鱼类由联邦德国 原厂授权印尼国内进行组装 到1987年 所有的鱼类就已经完成交易 运抵台湾 荷兰厂商也对其潜艇上的 火空系统进行了修改 使其能够发射SUT鱼类 1987年 服役的舰龙级潜艇 可以说是当时西太平洋地区 作战性能最强的常规潜艇 不过后来 由于部分国际原因 在此后的30多年内 台湾再也没有任何途径 获得鱼类 而且SUT鱼类伤源消失 维护日渐困难 所以台湾曾经尝试通过 抗龙计划自制鱼类 但航速未能达到海军的要求 因此仍需外购鱼类 为了弥补差距 台海军在2008年 又构进了32枚 美制UGM-84L 鱼叉潜射导弹 用于装备该级潜艇 从2017年起 又开始了新一轮升级 改用美制作战系统 和MK48MOD6AT鱼类 以此来填补 在8艘自研潜艇服役前的空白 如今已经服役多年的 舰龙级潜艇 在进行性能提升之后 将继续服役20年 届时将达到50年以上 而为了加强海军水下作战力量 台湾自研潜艇专案 同样在持续推进 服役数量将达到8艘 除了发展常规潜艇以外 台湾还在推进水下无人潜艇 这是一个相当隐秘的水下项目 下一期 火力军将来揭秘 台湾的汇龙专案 敬请期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你们觉得 在经过延售之后的舰龙级潜艇 其实力能否达到 海军所需要的水平 而自研潜艇海昆级 是否可以提前完成服役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看我感谢观看 请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